CV的這種車型來說 第一個無非就是它開起來真的是 有種高大上的感覺 其實它的銷量呢 包含影響它的空間 甚至以往過去 我們可能覺得 這類車型是屬於 比較旗艦的定位 以剛剛講這種Superb來說 他們家族內的 比如說Codec 啦 Cara Comic 都賣得非常的不錯 那其實過去有這種感覺呢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或許啦 對房車跟旅行車的了解 新世代這種車型了解 有一點點的不夠 坦白說我個人就比較 沒有那麼偏好休旅車 如果你真的是求一個大空間的話 你看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兩台車 行李箱容積都破600 那基本上 以這種三箱的車型來說 對 轎車已經是最極限了 那旅行車更不用講 比休旅車的空間還要大上很多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 它的體感你的坐姿的高低的一個落差 但是大家要想你坐得高 如果你有玩過那種電玩遊戲的話 你的那個水平軸啊 在開在休旅車上面晃得就會特別特別嚴重 我覺得這個是一些這種車型上 無可避免的一些劣勢喔 那我覺得過去人家講說 轎車講氣質 SUV講顏值 其實你看到像以Superb的房車車型來說 它其實並沒有像 今天現場來的並不是Sportline的一個車型 但是你就會覺得它的氣質很好 整個很大氣啊 端莊典雅 如果今天到休旅車上喔 就坦白說這個比較主觀一點 但是車子好看跟不好看就會變得比較明顯 對你在選擇的時候 這種設計的感受上面 就會有差異 我覺得 當然SUV已經沒有辦法回頭了 它就是直直往前走 越賣越好 因為它的 坦白說比較符合現代一些都會人用車的這種 喜好啦 真的只是個人的愛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 譬如說有大空間的需求 真的不妨看一下旅行車 房車 我覺得你都以現場這種Skoda的Superb來說 都會很棒的選擇 當然還要因應家裡的用車的狀況啊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家裡停車 休旅車可能太高啦 你可能就必須要選擇 屬於走氣質路線的這種房車 那如果在百萬啊 我們到底要選顏值還是要選氣質呢 當然是口袋裡面來說話了 百萬集聚你要選擇房車 還是要選擇休旅車呢 這個我們可得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 Rick 沒有錯 其實雖然說剛剛就是承接了 所謂智希在那邊講了 目前SUV確實是市場上面的一個主流 但其實我覺得市場上面 還是有非常多的大型的房車 就是中大型的房車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選擇參考 那我們現在圖表上面列出來的是 所謂的一般的一些休旅的車款 就是國內比較主流的休旅車款 可是假設你今天真的想要 我只是想要大空間 例如我想要大的一個行李箱空間 難道所謂的 車款或是旅行車的車款 空間上面就會比休旅車來的差嗎 其實不會 你看我們現在看看 目前上面 特別上面有Mazda CS5 跟Mizubishi Outlander 還有Total Ruffo 他們的行李箱空間最大的可能就是CS5的615公升 可是我們今天現場上面的Superb控比的話 它有660公升 所以其實光是以這個數據上來看 其實旅行車它的行李箱空間 是比休旅車還要來的大的 甚至我們現場這一部Sedan的1.5 TSI Superb 它還有625公升 還是比上數大多數的休旅車的行李箱空間還要來的大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個行李箱空間 休旅車好像比較大的這種迷思 我覺得大家就是看實際去觀察 甚至是實際到現場展間裡面 去看車的時候 你可能更能夠看出來說 這個行李箱空間到底是不是你的需求 甚至有的是開口的一個角度 那就像我們現在為什麼有些人 有些族群 他們還是比較偏向旅行車 或者是這種傳統的房車 因為它其實以Superb來講 它有所謂的大空間 還有低重心 你要想想看 現在買車 不只是為了家人 有時候還是為了孝親 假設說你是休旅車 底盤會稍微高一點點對不對 後座上下車的父母們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壓力 比如說現在上正結受傷 你要叫他做那種比較高的休旅車 上下車 可能就有一點壓力 所以我個人覺得像Superb 像這種旅行車 或者是Sedan的房車 它在後座不僅開闊之外 然後又有駕駛低重心的表現 我們後座真的想要小朋友 或者是長輩想要上下車的時候 他基本上開門 他就可以用橫移的這樣進去 就不用再跨上去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便利性 貼心度的問題 這是我個人覺得 買車的一個族群們 都要考量到的 對 而且通常選擇房車的話 你面子跟里子都會顧得到 有時候你可能只有一台車 假日的時候家人一起使用 可是你平常的時候你要洽工 可能去接一些跟老闆們見面 也許房車就來得比休旅車 還要更加的體面一些些 雖然現在是休旅車的時代 可是我們看到接下來 也有很多的房車 即將要問世跟大家見面 包括台灣人非常熟悉的 有一款Honda Civic 聽說在海外它的原型的 新一代的車型也已經發表了 是不是 鄭杰 對啊 想到休旅車風潮 犧牲者 因此犧牲的人很多 Civic其實就算一個代表 我們從小就聽到Civic Civic到達 結果到了10代以後 到9代結束了 欸 時代不見了 台灣市場從此沒有Civic這個東西 一定很多人在那邊感嘆 甚至哀嚎嘛 對不對 因為Civic是承載了許多人的記憶 那現在好了 15年結束 到現在因為時代Civic是15年上市的 到現在又要改朝換代了 20年 21年左右 開始可以改朝換代了 所以11代要上了 11代準備要上市 我們可以看到照片上來講的話 這是冠宜剛剛跟我們介紹 這是圓形車 就是所謂的Phototype 如果說觀眾不是很瞭解的話 圓形車是什麼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到時候真正量產的車子 跟這個幾乎不會有差別了 你要玩那種沼雜的那種遊戲 才可能看出一咪咪的差別 那在圓形車之前呢 還有我們很熟悉的所謂的概念車 概念車跟實際量產 或者圓形車 差異就會比較大一些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看到這台既然是圓形車 就表示這應該就是11代Civic的樣貌 那這個車子呢 它跟時代比起來 它直接走回比較傳統的三箱的造型了 它不再那麼Fastback 不再那麼斜背的感覺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的線條變得更簡約了 看起來更成熟更穩重 我覺得這是一個房車未來的發展趨勢啦 畢竟它要跟剛剛大家介紹的 像休旅車有走不一樣的路線 對 像志祺剛剛講的嘛 休旅車是看顏值嘛 房車是看氣質 它更簡約 它就可以更有氣質了 然後我覺得更重要的地方其實是 因為它畢竟還沒有 連國外都還沒有正式上市 明年國外才會正式上市 我覺得應該要看的是說 這個車到底未來跟台灣會不會有關係 這才是最重要的 依照現在台本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它的CRV賣得非常的好 SUV來講 HRV本來也賣得很好 但是今年有整個有掉下來的趨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加上他們很久沒有一個房車產品了 我們認為呢 未來不會是很近的未來啦 因為明年國外才發表 等到真的台灣進來 可能也要到22年去了之類的 連費的都還沒進來不是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它引進這個車 我覺得是有道理 如果我是它我會進 但是進來以後會是進口還是國產 這個也是很難講 但我覺得台本一直有一個狀況就是 雞蛋有時候會壓在同一個籠子裡 一旦破的時候就會麻煩 我覺得已看到我們 不管是看它的同級對手 像Toyota還是像Nissan 你把產品線放寬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承擔一些風險 這是我如果說可以建議到它的話 我來建議的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在這個百萬之內啊 應該說百萬出頭 你要買到屬於這種中大型的房車 剛才艾達有提到 除了Super之外呢 其實日系的代表還有另外一款 就是Toyota的Camry 那其實它在台灣呢 現在是用進口的身分嘛 來做銷售 聽說呢 在國外已經有一些 小改款的消息出來了 艾達 是沒錯 其實在美國已經做了小改款 歐洲呢 也做完了小改款 就是最新的Toyota Camry 那麼很多人會好奇說 那這個小改款的Toyota Camry 海外都已經發表了 台灣到底什麼時候要上市呢 甚至台灣上市的這個配備呢 會是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啊 其實跟各位報告 目前以核泰汽車來說 對於這些事情 都是保密到家 三間齊口 拉鍊拉起來 完全不告訴你啊 因為其實在自由時報 實際預測過 就是在上個月要發表 這個Toyota Camry小改款 結果基本上是一個大錯特錯 人家是要發這個Sienna大改款 所以呢 他現在又預測了 Toyota Camry 在明年的Q1要上市 不過我覺得 預測什麼時候上市不重要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近代車廠 這個產品準備的時程 來去做推出就好了 反而是我覺得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小改款 到底有哪一些差異性呢 同樣的在動力的部分 他還是採用2.5升的汽油引擎 加上Hybrid的這個電磁馬達 來去作為整個動力來源 所以他的縱效馬力 其實高達218P 也算是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在外觀上有一些細節的修飾 其實從圖片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麼內裝的部分 比較大的重點的 則是在於 這個中控螢幕的 改採用懸浮式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對於整個操控啦 跟使用上面 都有更好的一些表現 另外另外 我覺得最好玩的點就是 他的TSS 我們現在知道的叫做2.0 對不對 2.0 他現在變成TSS2.5 2.5 2.5 很快 多了哪個0.5 就不知道是哪個0.5 所以也就表示說 未來Toyota Camry 他的這個 主動 主安的這些駕駛的安全配備 會有一些微幅的調整 以及提升 甚至他可以做更細膩一些控制 更好的一個等級上面的一些配置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歐洲的系統 其實他都沒有特別強調 到達Level 2 是只有跟車啦 甚至在車道的維持上面 都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只有所謂的警示跟修正 維持是要一定管理